Odio Jungle Odio Jungle 福建同乡会常务副主席施广益,被打后31日前,去找该会线人主席陈雪顺理论,乔报记者社,美国福建同乡会常务副主席施广益, 30日傍晚在曼哈顿华部某办公室内与人交谈时,找到冲进屋内两名男子的欧党,他当场报警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被医生诊断为脑震荡,而他认为自己被打获。 目前其所在同乡会正闹主席之争有关联,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据美国福建同乡会常务副主席施广益31日讲述,在30日傍晚60左右,他和福建同乡会县人主席陈雪顺,竞选下一届主席的陈雪端,以及其他侨团机名负责人, 正在位于曼哈顿华部东百老会街的永喜大厦三楼的一个朋友办公室内聊天,突然冲进来两个人直奔他而去,而该二人他军认识,据施广义说,冲进屋内的其中一人抓起他,将他的脑袋多次撞向墙面,然后又殴打他的背部,因事发突然,在场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打人者逃离现场,受伤的他很快报了警,无分局警员到场。 将他送到夏城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诊断他脑震荡,对于自己莫名挨打,施广义认为起因于福建同乡会,目前九下届主席选举闹纠纷有直接关联,因为他一直主张新主席的选举因遵循同乡会会章,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由此得罪了某些人, Aspeak,Ugo等于WINDOW,ABSBYGOOGLE,BUSH,目前担任美国福建同乡会第74届主席的陈学顺的任期,将于2018年到期,围绕下一届主席人选,拥有75年历史的该会,近日的雀船出纷争。 对此,于31日,在布鲁伦住所,门前面,对前去理论的施广义时,陈学顺表示,打人肯定不对,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对打人并不知情,陈学顺还回忆说,事发时坐在屋内的他,正面对住前方,对于背后发生的事情看不见,直到屋内的五、六个人起来劝架,他才知道事情发生,来源。